在美术馆里游园是什么样的一种体验 而且是中式园林和法式园林混合的奇幻园林 大家一定要来打卡 这里是法国驻上台总领事馆和 浙江美术馆联合举办的 城市互联中华当代建筑展的县城 我是本次展览的策展人 与法建筑师野城 大家可以看到我们方面展区有红色的墙和蓝色的墙 分别代表不同的法国建筑师和中国建筑师 我们这次的展览邀请了32位中华最知名的当代建筑师参展 而且这些作品涵盖了各个不同的建筑类型 不同的类别以及不同的历史时期 我们向有最早的第一代的中国的留法建筑师 是清末明初的华林贵先生 他设计的代表就是北京中山公园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拱门是一个宗式的传统园林 我们把它加接到这个展览的空间 我们也希望把它的展览做成一个特别适合大众旅玩的一个空间 而不仅仅是一个非常学术专业型的一个建筑展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建筑的模型 在木头的雕刻下显现出它的原来的一个设计的状态 同时这个建筑非常有意思 它用这个收集来的那些传统的这些砖瓦 把它垒成这个建筑的立面 这个建筑建成以后就像一个老的建筑放在这里 就跟城市周围的其他建筑形成一个非常奇妙的穿越历史对话 我们现在看到这个作品是董工的船长支架 董工我们知道它是一个大瓦 它之前在阿拉雅设计的古都图书馆 非常的火 很多人都去那一扎卡 其实我更喜欢这个作品 这个作品是给一个船长设计的一个老房子在海边 就它晚上特别像一个小的灯塔一样的发出这种灯黄的光 然后顶上它做了一个混零组的一个拱顶 我们这次展厅也特地设计了一个拱顶 和这个建筑也有一个呼应 所以我们也希望把展览空间的设计和这个建筑作品结合 所以我们希望这个展览也是一个大众特别喜欢的 可油可观可赏可懒的一个非常好玩的展览 这个项目是著名的法国建筑师 也是普利斯克获得奖的 博赛巴克先生的代表作 是国家会中心二期 在北京那个非常大体量的项目 我们现在这个项目是张永和老师的代表作 也是他在巴黎落成的项目 叫巴黎大学城的中国之家 这个项目其实是一个大学宿舍 每个国家在大学城都有一个宿舍 这是中国楼 我以前在法国留学的时候也在这边住 也在这边的食堂吃过饭 对这边非常亲切 所以看到这个项目 我就觉得张永和老师把中国人铃和这个院落 把它进行立体化的设计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种作品是法国AES建筑工作室的代表作 像这个模型也是非常有意思 它是一个参数化设计的一个山东水的文化艺术中心的项目 我们现在这个作品就是马延松在荷兰路特丹设计的一个叫Fenix一英博物馆 这个项目非常有意思 是它在一个这种框架结构的建筑上飞出来一个漂浮的一个建筑体 而这个建筑体是一种有点东方的气韵的一个流体的建筑 同时顶上还有一个小亭子 有点像东方的小亭子 我觉得这个建筑它是一种东方哲学和现代建筑理念和形式结合的一个比较代表性的作品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是法国的Aronstein的景观城市规划树所设计的上海世博公园 这个项目也是非常大体量的项目 他们在上海在国内的其他城市也做了不少这样的一个大型的景观的规划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模型做得非常有艺术感 它有很多不同的色彩做成这种主团 是不同的景观的划分 同时它把建筑的地面拉伸成不同的层次 我们可以看到它有不同的道路路 不同的街区和景观的关系 我们可以看到它有很多不同的地面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